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天心卫视飞宁莫属 我是兔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热烈的欢迎你们 飞宁莫属由港人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人真蛋糕飞宁莫属 港人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飞宁莫属由一品百达国本精华油特有播出 本栏目由一品百达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将获得国本精华油和坚果全家福礼盒一份 感谢核桃如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的大力支持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报名飞宁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飞宁莫属的全评 2010 at 126 dot com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热烈的掌声送给下位老板 今天我们有新朋友 同时呢 那以后我们在老板boss团当中 会有更多的天津企业会出现 今天就来了第一位 是软通动力的助理副总裁 赵航奇掌声欢迎 软通动力是中国智慧城市 与产业互联网建设的领导者 与产业互联网家建设的领导者 领先的创新型技术服务提供商 软通动力立足中国服务全球 公司主营业务 涵盖智慧业务与信息技术服务两大领域 具备端到端软件加服务 综合业务能力 和强大的众生服务优势 还有热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管然管老师 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在大学期间 都有做外面的兼职 各方面会表现突出一点 我是一个很拼的人 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充实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很开朗 很豁达 刘斌灿女24岁内蒙古人 浙江台州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苏雷老师好 你好 现场的12位老板好 HR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刘斌灿 今年24岁 在浙江省泰州学院读书 在今年的6月份即将毕业 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大学期间在大一到大四 分别担任班级院级校级 以及市级的干部管理工作 大学期间从大一到大四 做过很多兼职 在2015年的10月到2016年的1月 做过温州OPPO林海办事处的总经理助理的兼职 那么其实作为今天我自己来说 我对自己的一句话就是 我觉得一个比较优秀的女孩子 既可以在人前很闪亮 也可以在背后默默付出 今天站在非女莫属的舞台上 我想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崭新的一篇 所以今天我求职的意向是 公关类 策划执行类 以及助理类 或者是12位老板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刘斌灿是我的前辈 为什么说是我的前辈呢 我掐指一算 我做主持人也就10年左右 他从幼儿园开始做主持人 是这样吧 是的 资历这么深呢 这个不算资历 老师 其实就是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 主持的这个方向 那为什么没有报这个专业 你是公商管理专业 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从能力上是很欠缺的 哪里欠缺 积累的不够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我觉得主持人应该像明星一样 会比较遥远 比较遥远 对 所以我想踏实一点 但我听说你对我们这个现场的老板 和我都有一番自己的形容 你说一下 用水果来形容一下主意老板 土业老师 我那有图片 可以拿上来吗 可以拿上来吧 好 谢谢 我看看谁是榴莲 来 首先土业老师既然说到榴莲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您觉得现场的十二位老板 包括土业老师 包括HR老师 哪一个人比较像榴莲 你先说一下榴莲的特质吧 可能有些人没吃过榴莲 只知道是臭的 我自己是觉得榴莲是这样子的 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外表很丑陋 或者是它甚至会扎人 当你再闻到它的味道的时候 你是觉得 更恶心 不能说恶心 但是绝对不是给人有好感 对 反胃有点 对 但是其实你真正地把它放到嘴里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种 入口即化的感觉 就很软 很绵软 谁来回答 哪位老板来回答 那你看韩府韩中怎么样 我们有点光头 但是很有魅力 不是 牛年 不是 这个小刘同学 因为你刚刚前面有一个 前沿铺垫说是 外表很丑陋 搞得我们就谁都不敢说了 我说的 其实那我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吧 其实我说的这个外表丑陋 只是说我针对于 琉璃这个水果 但我形容的这个人 他其实外表不丑陋 很大众 那我其实给大家揭晓一下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是你 接下来的答案就是 鼓励老师 我想跟大家 完了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完了就本来是要宽了 得罪主持人了 你知道后果很严重 你让现场很多的男老板们 都一身冷汗 我其实还挺盼望 就称号给我呢 因为懂的人才会觉得香嘛 陈总有您的水果 有您的水果 你的水果还不如榴莲呢 先听他说完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眼里 图里老师说话是一针见血的 很多人都觉得说 图里老师是那种 遥望不可及的人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觉得我很喜欢 说话一针见血的人 而且我觉得图里老师 更像是一个家长 他其实是想帮助我们 或者是说 他想用最直击的办法 戳到你的内心 所以我很喜欢图里老师 我觉得榴莲很适合他 下一张终于到陈总了 这是个什么呀 我把陈总比喻成一个柚子 柚子的话 它的皮很厚 皮很厚 是 皮很厚 挺像的 挺好 非常棒 它皮很厚 然后其实我们在剥柚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会剥 你会把它的嚷都剥坏了 然后才能吃到嘴里 它是一个喜怒不行于色 但它其实是又 它还喜怒不行于色 它多挂像啊 平时坐在那儿 它很烦 它生气就生气 高兴就高兴 对 其实它很想 把它自己最营养的东西 分给我们 就像它做的优胜教育 所以我用柚子来比喻陈总 最后一个是我形容神仙姐姐的 形容人 你猜你是什么水果 你猜你猜 我也很喜欢吃 你肯定也喜欢吃 我特别喜欢吃榴莲 蜜猴桃 水蜜桃 蜜猴桃 草莓 应该是苹果吧 苹果就是人人都喜欢 你看 它猜不到 那我来公布答案 我把神仙姐姐就是银总 比喻成荔枝 我猜对了 荔枝是这样子 可能很多人想到荔枝的第一个人物 就是杨贵妃 其实我想说的是 红尘一气飞子笑 对 无人就是荔枝来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神仙姐姐为什么可以这么火 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她 可能更多人都觉得说 是因为她有一个美丽的外表 美丽的身材 但我想说的是 一个真正 让大家这么永久去记住的人 是因为她不仅美丽 还有内涵 所以我觉得就像荔枝一样 就是你真 你需要慢慢地去剥开它 品尝它里面最珍贵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把荔枝比喻成神仙姐姐 谢谢 我会努力的 但是我听到现在啊 我发现你对水果可能真没研究 或者是你真的把我抬得很高 因为除了水果脂肪 榴莲的营养以外 只有柚子的功能最多 柚子的皮可以治脚气 可以做中药 对 柚子可以治头疼 止合 柚子是水果里相对 药用功能比较多的一种水果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研究了 把我抬到这么高的身份 还是说这个 因为听不懂的人 就听个皮包皮厚 所以其实她对水果不是了解很多 但她今天的这个比喻 她有这样的比喻 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比喻的不是甚为贴切 好吧 我很好奇 冰山你把自己比做什么水果啊 点评了这么多boss 你自己像什么 李总我把自己比喻成樱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有两种性格的人 一个是很热情似火 但我也可以很安静 所以从一个外表来说 我觉得樱桃可能外面红红的 它是一个很热情似火的一个感觉 今天穿的衣服差不多 谢谢 她事先做了准备非常好 同时我想提示的是 准备的多不如准备的深 也就是说从更深的层次 来说出内容的质量 在现场我们看到不少老板在挑战 她说的内容的深度 因为呢 她用水果来代表这个人 又代表的是老板 所以这些老板实际上在期待 她更深层的了解 那推广到在企业当中 对上管理 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对方的内心 是一个很深度的学问 这个刘宾灿从小到大 都是女神呢 在台州小有名气啊 什么小有名气 其实大家这样去说我 可能是觉得我个人能力 可能是比较 哪方面的能力 我要的就是你说一说自己的能力 为什么能够称师为女神 你引一为傲的能力在哪 就是比如说从大一开始 我进入学校之后 我就从来没有让自己停下来过 就是每天最早回寝室 都是在11点 如果说回去之后 看看学习完之后 还要安排第二天的工作之后 我可能就要凌晨一两点才能入睡 你第二天工作什么 就是学生会 以及我 你是学生会干部 对我大一有在广播台 院团学会 以及校学生会担任三个 你好忙啊 对我是一个比较 不容易让自己闲下来的人 你要求新京多少啊 我要求的是 第一项是在天津 然后是在北京 如果是在天津的话 是4000家 北京是5000家 来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 我也看 是由BBT是吧 BBT 对 这是我对 就是我自己觉得一个自我认知 谢谢下一页 这是我大学获得的一些荣誉证书 包括校级积极分子 以及这个省级的演讲比赛 和市集的一些比赛证书 这个是我在校内校外的一些展示 那么我今天面试的三个岗位是公关策划执行和助理类 所以我把这几个岗位的我自己的一个了解写上去 公关分很多 比如说像品牌公关 礼仪公关等等 那么我觉得做公关 我认为的三大要素 就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还有就是恰当的沟通能力 还有就是良好的形象塑造能力 那么策划和执行 它俩其实是一体的 我把它们两个分开去剖析 策划我用三个 一个就是why 就是为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想大家去商讨之后 团队商讨出一个目的 那我们就围绕这个目的去进行 怎么样进行就是how 这个how里面可能有 比如说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怎样去完成 包括什么赞助之类的 都会在里面 那么最后就是result 所以我觉得其实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关注你中间的过程 他们只看结果 那么执行 我觉得更偏向是一种领导能力 还有就是团队协作能力要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任何事情的 但是你有一个好的团队 相信再大的困难 我觉得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那最后就是我说的这个助理类 两大要素是必备的 第一就是你的头脑要清晰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做事一定要干脸 拖泥带水的话肯定是不好的 这一页我能提个问题吗 云灿 因为你就四个岗位进行了你理解的描述 那在这几个岗位里 你展示这些PVD 一定是跟你的个人能力有关系 你是想说你的能力是相对比较均衡 在这四个岗位都能胜任呢 还是说你对每一个岗位的理解 比其他选手要稍微的充分一些呢 就是你展示这些PPT的重点在哪儿 谢谢李总 其实我的第一项是公关 所以我把它放到最上面 我并不是说这四个我都很均衡 那你能用一件事的表明理言 来做公关能力很强的一件事吗 可以 几个例子给我们 好的 就是我在大学大二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两年一次的校园青春歌手大赛 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以往的 所有的青歌赛的视频 他们的这个一个流程是 就是很类似的 没有什么创新 所以在这个策划上 我加入了一个屏风文曲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去做了一个很大的屏风 然后出场的时候是 他们站在屏风后面 每个人有 好像黄总的问题是公关能力 您解释的这个点好像在策划这个点上 就是我还没说完呢 他直接问你公关的事例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公关的事例 可能是我太啰嗦了 那我直接进入公关的吧 就是学校做这个是要出钱的 那我们就要出去 拉这个赞助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体现公关的一些能力 那我会带着 因为我当时是文艺部的 但是我有带着我们外联部的人 出去拉赞助 台州也就那么多的地方 每一年学生会都去拉赞助 可能大家就不会赞助你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跟他们沟通 比如说 你能不能用一二三几个点来快速来讲 第一点就是 我们学校要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那么希望您能够了解一下 这是我去跟他们谈的意向 第二点就是 我想告诉您 您如果赞助了我们这个活动 那您会得到什么样的这种 回报 第二第三 对 第三点就是 我们这个活动 结合您的这个赞助 在以后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最后就是 我觉得 也就是我个人的一个 我觉得亲和力吧 以一个很小辈的身份 去和老板谈 所以你跟别人的公关 也没什么不同 对啊 你可以把公关这个求职一项 pass掉了 公关不是攻克难关 不是说通过你的亲和力 把一件事情搞定了 不是 其实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但是其实你开了什么头 你已经忘了 你说的是 你把之前每一场的比赛的录像 全部看了一遍 然后你觉得 这些结果都非常的一般 这个头开得非常好 但是呢 你已经忘了你说过这句话 然后呢 其实真正的公关是什么 是说 以小博大 公关是公众关系 就是别人怎么来想你 那么比如说 你刚才讲 说我搞了一个屏风 一个很创新的东西 如果你把这个通过 比如说 社会化媒体传播 或者通过一些媒体报道 把它给放大 让更多的 也许除了你们学校的人 来关注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公关策划 可是你说着说着 已经不知道自己说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策划和公关 当然是一个 越来越需要有天赋的 这么个岗位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 你用特别简单的基础的 知识和方法论 来描述一下 公关跟策划 在你的认知里 到底是什么 你在这方面下过什么功夫 至少看过一两本杂书吧 对吧 你能说出来吗 我大学里有看过一些书 就是跟管理类有关的 比如说 而且有历史 你就说公关和策划类 现在 我特别不明白 为什么人家直接问什么 你不能直接回答什么 要先修饰一部分 就是明明知道 这个问题问过来 我回答出来 肯定是律师 那我先把它修饰一份 我肯定看了书 但我没看这方面的书 你是这个意思吗 直来直往吧 好吧 问什么就答什么 你看了吗 没有 没有看 那为什么想做策划和公关 可能就是自己很喜欢 为什么喜欢 就很喜欢去思考 然后去执行 去跟外界沟通 他的公关能力 我没有观察到 因为一个选手站到舞台上 首先就对自己最大的公关 你要说服我们 看到你的优点 而他 我只看到刘斌灿 非常希望自己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而优秀其实是一种习惯 而不是你努力 让自己成为优秀的那种表现 是浮在表面上的 所以从公关角度 我觉得他不合适 咱们明显看到 他是一个 只是大学应届毕业生 所以呢 他不论做什么 包括他自己的认知 是从基础开始做 也就是说 你应聘公关也好 策划也好 看来只能从公关助理 或者说策划助理来做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看到 Boss们 有的时候 把他当成一个 公关专员 或者策划专员 也就是需要 有一定的经验 才能够认知到的事情 那我反而建议呢 我们更多的是 场景化 把他带到 过去的场景当中去 看他到底做过什么 具备哪些能力 是不是能够符合 一个初始职位的 基本条件 谢谢老师 夏老师 我不太同意 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把它 当成一个专员 还是一个助理来看 其实我们关注的问题 是他如何看待自己 我们认为 他可能犯了很多 这个应届毕业生的问题 就是有点 对未来的准备不足 你把自己比喻成 一张白纸 这个比喻很好 但是说实话 也有很多学生 在毕业的时候 在那张纸上 已经画了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诗香 对吧 93年的小孩 现在已经成为 创意到老板了 建议你们 多准备一些东西 我就恰恰不同意 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 小灿同学 老说自己是一张白纸 但是你所表现出来是 你已经是一张 写满了东西的纸 我觉得你整个 表现出来的思维 逻辑 都是非常满的 你说的特别对 就像一张 特别华丽的信纸 印满了各种图案 自己已经把它印满了 对 所以别人根本 加不进去任何东西 但这些东西 其实跟纸上 内何不精彩 我同意 我觉得今天整个过程 就是开局非常的宏大 就不管你是讲水果 等等话题 你都是一开始 引发了我们 很大的关注 和很高的一个期望 但是过程的每一个解释 就是感觉不对味 很牵强 其实在企业里面吧 就是说 我们还是蛮担心 招聘一种员工的 这种员工 就是他自己 认为自己很优秀 而且看上去 也确实比较优秀 但是呢 可能在工作能力上 就不知道 他的优秀在哪里 他们大致的意思 留冰菜 你应该可以了解 你看上去是不错的 开头也开得很好 但有点执迷于表象 偏离了本质 就这事说得很好 但一再往里面问 就不能往里面问了 再往里面问 你就不知其所以然了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灯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灯留下来 实际上他们挑战他 是因为更加希望他表现出更优秀的自己 实际上是更看重他 有的时候在企业当中 往往是这样 我们带着很多的期待去给对方压力 而我们已经放弃的选手 放弃的应兵者 放弃的员工 却往往会放弃挑战他 你最想做的是公关吗 对 你最后给大家讲述一下 你为什么能够胜任吧 你算是个公关吧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和优势 我的优势就是 我真的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 包括我的执行能力也很强 因为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当然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的思考能力也很强 我觉得这是我优点 那么弱势就像刚刚 在座的各位老板说的我一样 我可能不能高度集中去思考一下自己 比如说我的这个岗位 到底适合不适合 自己能不能够去匹配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弱点 那我希望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能够用我的优点来带动我的弱点 也希望老板们能把我的弱点变成 就是慢慢地变到我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公关的这个职位 我是可以胜任的 只是在于时间的问题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力 还有十点灯 推进的是什么职位从韩国开始 是等一下 你要记一下是吗 对 我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虎越 这个项目部的文案助理 斯凯乐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就是市场部的文案策划 从助理开始做起 我们朋友印象给你提供的岗位 我觉得非常适合 你是在营销策划部 跟着我们就是做出 全国一亿浏览量的这个 营销的大咖 一起来去做他的助理 来去学习营销 分期乐想给你提供的呢 是我们的公关助理地点在北京 那我们最近正在进行这个大学生分期购物节 需要这个对大学生的生活非常了解的人 像你这种刚刚走出校园的人 可以去发掘非常多的这个动人的一些故事 去传播给我们的很多的用户 地点在北京 我给你的岗位是这个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开不知应留的岗位是管培生 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 都不知道你在哪个点爆发 现在还没看到你的天赋 都被自己隐藏掉了 那么管培生未来输出方向有两个 一个是市场部 市场部做活动策划 做活动执行 现在你可以绰绰有余 在策划上你要跟团队一起去磨合 开放自己 那么第二个是营运储备干部 我觉得你做督导 这方面一定执行得非常好 咖啡机欢迎你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大量的公关型的人才 我们在全国会展开这个寻讲和比赛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现场主持人 而且他要有很强的品牌公关的意识 所以我们给你的是我们 这个管理培训生 输出方向是公关管理方向 西莫科技给你提供有两个岗位 可以供你选择 第一个岗位就是我们在郑州 刚刚有个抽牌专员 就第一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岗位 招生加盟专员 给你两个岗位都相对比较自由 第一个是我们简约APP的运营专员 直接跟我们运营总监 第二个是我们简约学院 简约学院我们需要策划和主持 在这个岗位我想也非常适合你 工作地点都在北京 微指数的话 在营销公关还有大数据方面 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司 所以可以做一定的培养 因为我现在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公关好还是策划好 总之试试看吧 好 还有十盏灯都记好了 在接下来的十盏灯当中灭掉八盏留下两盏 去吧 有请陈浩 为什么三个中间又把他给PK了 因为陈总的话这边是有公关方向的 然后咖啡之意是我的一个意向企业 所以把他提掉了 陈浩 不好意思你走 没什么不好意思 陈磊在他选的时候 我感觉我瞬间从柚子变成榴莲了 是吧 真的 因为只有懂的人才知道香味 山耀 那顺便把我也画了一下 来 请揭晓 你在选的时候 我瞬间觉得未来你就是那颗荔枝了 好 柚子跟荔枝都是五千块钱一斤 来 有什么问题 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试用期给你定五千 我确实是觉得面试并不成功 可能跟你背后的一些小光点不太匹配 所以转正是多少 你自己努力吧 我特别想跟你说的是 你现在身上有一点 我年轻时候那种感觉叫追求完美 死于完美 所以其实这么小 不要要求自己完美 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个有特质的人 比做一个完美的人 在这个年龄更重要 就是你的天赋在哪儿爆发可能更重要 往往知道完美的人 往往懂哪里不完美 好 15秒钟 咖啡之意 优胜教育 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咖啡之意 去吧 其实我还是蛮确定 我其实对公关了解的并不是很深刻 但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因为我还是有成功表现自己的一面 咖啡之意是我的一个意向企业 所以我一定会留它 在学院带过社团 城堡学校 一共是将近一万平的厕所 走廊和楼梯 免费扫了两年 为学校结成了是将近20万的费用 因为我认为 今天把小车做好 明年才能把大车做好 让人非我弱得知茉莉群吧 高松男24岁 辽宁人东北财经大学 公司管理专业 很长一段时间 我发现人生与姓名 总有那么千师万缕 剪不断 理还乱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那么一种关系 你比如说 小学时我说 高山一颗松 立在风雨中 要想学习好 必须下苦工 中学时我说 大雪压轻松 轻松挺切直 要知松高节 待到雪化时 大学时我说 流星透树木 走月逆行云 绝顶人来扫 高松贺不群 大家好 我叫高松 我来自辽宁铁岭开园 我们那儿有山有水 有树林 邻里乡亲都和木 老少爷们挺合群 地球之所以是圆的 是因为上帝想让你我 在此相聚 我来自东北财经大学 自考本科 公司管理专业 这次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 主要想寻求一份 管理培训生 营销及助理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你来自于那样的一个 美丽的地方 应该会二人转吧 会一点吧 应该会 我反正也是从小就听 那你来一点 那我就给诸位 唱一个小拜年 小拜年 刚过万年 唱一首小拜年 来来 掌声欢迎 三个月里来 十七年啊 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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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跳的吗 不是要跳的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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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掌声在这里 然后 好 好 因为我之前 没当着 没当着 这么多人唱过 二人转 祝哥 你红了 然后我们一起打节拍 好不好 一起 还一起打节拍 二人转演唱会 现在开始啊 正月里来四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家家团圆会呀 扫的给老的白年啊 也不论哪 男和女呀 哎哩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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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不错 不是专业的 鬼还认得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你为什么是大学一业 确实是自己的 一个独特的经历吧 我在高中啊 高好总分考虑是454分 二本分钟线呢 是452 我打算呢 是要报二本的 但是报二本 就比较纠结 很多同学都报过 那你报了什么 报了一个专业 因为家里条件一般 农村的 然后选择 想选择了一个 报了一个大专是吧 对 报了一个大专 报了什么专业啊 是航海技术 航海技术 就是将来当船员嘛 当海员 正的不高嘛 工资不是高嘛 上到了大学嘛 是一个大专嘛 去了去了大专 对 家里 去航海了 去航海技术了 当时确实我也是 调查了很多资料 当时的薪质大约 确实比较高 如果毕业之后 但是当年是高的 结果我上了一年 到两年期间 不高了 我的上届的学长 都没有就业 因为不学海员 完了选错了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一一呢是 自己感觉自己选错了 然后家里呢 就担心 上到船之后 一年半载不能回家 也比较惦惦 然后第三点呢 是我的老师 他要去跳槽自己创业 不在学校就职了 然后正好 他想带着我 因为我们之间 一起在创办社团 所以就跟着他 一起创业了 我感觉这 就一业了是吧 对就一业了 我也答应啊 当时辅导员 大学辅导员 给家长打电话 说你儿子学习诚意好 儿子还是学生干部 就是不要轻易地放弃 你还是学生干部 当然 关于社团的问题 我想问个问题 关于社团 稍等一下 你怎么当上学生干部 我听说是扫厕所扫厕 这个社团的常规工作呢 是扫厕所 我扫了两年 什么社团的常规工作 是扫厕所 对啊 就是当时大学的 我的所有周园的同学 都会像你这样笑 不是笑 我们是好奇 好奇 对或者好奇 就是因为这个 很多人都不想做 不愿做 或者甚至不屑做的事情 却被了 就是却被我们认为 是一个沉甸甸的工作 因为 就因为扫厕所 我们做到了 是全国高校的先例 因为据我们了解 在中国所有大学 没有学生扫厕所 我们两年期间 是没有这样的 专门的一个社团 就是厕所文化 对 对对对 你的社团叫什么名字 叫九鼎工作室 这么高大上 九鼎工作室 其实主要业务是扫厕所 常规工作室 是扫厕所 那我们想要创建这个社团 首先是要这个团的 有凝聚力 那我们当然要有一个 常规工作去约束 那为什么常规工作 为什么就要是厕所 厕所是有保洁工作的呀 这是第一点 是有常规工作 第二点呢 你要是一个社团 在一个学校的范围内 瞬间的凸起来 那我们一定要爆破点 那我们就扫厕所 为什么扫厕所是爆破点呢 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坐 不卸坐 那男女厕所都扫吗 男女厕所都扫 是男的扫 男的女的扫 男的互相扫 男的扫 男的女的扫 女的 就是大家都是全心全意 对着打扫 还是作为一种噱头 不是噱头 两年期间 我们扫了两年 当然在这个期间 不断地有更迭 就是人员变动 但是我们始终保持了 在150人以上到200人左右 这么庞大的扫厕所的团队 对 然后 你这个有个bug 那你学校没有保洁人员吗 好 这就是我要说的成长 就是两年期间 我以前这个工作是保洁的 但两年期间 学校这公共位上 一共是一万多平将近 我们为学校省了20万的 就是保洁人员的工资 就没有这个人员了 就我们就干了 就我们就这个活儿 我们干了 保洁学校 保洁也不用顾了 这确实不错 如果是真的干得好 确实是不错 对 所以说 在 因为这种不是 这是经济效益 但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150人当中 很多人加入社团 干这种常规性的 扫厕所的工作 有些人会有怨言吗 少了一两天扫不下去了 当然会有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有培训 就是 这个还要培训吗 当然 你给我培训一下 扫厕所 好 给我真够培训一下 好 我们平时都觉得 保洁的工作可能很简单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我们不甚了解的 你跟我 你比如说 就是刚开始参加的 就是那个社团的成员 第一件事 我就安排他 去扫厕所 我就是 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 那个 你叫小徒子 不 我们不叫小徒子 就东北这边 雷哥 那个 雷哥扫厕所 对 就雷哥 好 今天要把那个任务分配一下 需要那种就是 圆头的 圆头的 拓布 然后还需要 刷着 还有刷着 就是长瓣的 长瓣的刷着 一把 吨布一把 刷着 然后手套可能是 必不可少的 手套 社长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其他的我都理解 就是如果那个吨布脏了之后 要拧干 拿手拧 拿手拧 虽然戴着手套 拿手紧也有点恶心 不是 那你必须偷干净啊 就是 我们以前现在还有这种彩的 给拧干的 为什么我们要拿手拧呢 经费有限呢 学校不给我们钱呢 这样问一下 这钱怎么来的 我觉得第一啊 我跟他交流 我觉得第一 他确实 确实是这么扎扎实实干过来的 不是 划中取宠 第二 这事儿还确实有点难 但是刚刚我听他教您的过程中 我非常认真听 我只学会了怎么用这些工具 但是我并不知道标准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 我们走过的地方 要像脸一样干净 至少那里面的水 可以罩着我们的脸 那是利斯凯尔顿酒店的标准 不可以是我们的标准吗 不可以是吗 那我问你这样的标准 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标准不实际 我们做到了 做到了吗 我们做到了 很多企业都是刷马桶这个行动 来证明要培养员工的专注 聚焦敬业等等等等 你们刷马桶弄得比脸还干净的 目的是什么呀 今天把小事做好 明天就能把大事做成啊 就这么一句话吗 然后他给你这个团队社团 要带来什么呢 第一点呢 我们成为了学校的标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讲来我们创业 这都是带来的 不是关键你在回答我这问题的时候 已经没有像刚才讲刷马桶 那么滔滔不绝了 不 核心得到什么了 替学校省了20万 学校是受益了 对 你的社团的成员受什么意 你受什么意 你这个团队受什么意 自己本身 我知道 我自己都连厕所都不能锁 我还有什么事干不成 这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信心 就是受苦体验 包括我们很多社团的团员 这是我们的常规工作 这是我们必须得干的 这是为了团聚我们大家 因为厕所的事我们每个人都能干了 我们就是在这里没有怨言 你反反复复还是一句话 锻炼大家的坚韧力和专注力 是吧 对啊 陈浩的意思是 是一个社团 把扫厕所当成一是 长时间的这种常规性的工作 它到底和你们的主营业务之间 以和你们的成员的成长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是什么 除了吃苦耐劳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吗 办这个社团的初衷就是 第一点是要这个社团不能散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 一定要有常规工作 去支撑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要在一起 每个人都要在一起 第二点是 我们其实是模拟公司化运营 在这个社团 在这个社团的内部 然后通过这种活动 我们也是想锻炼 每个大学生 然后让我们每个大学生 在这个社团的拖延 都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就是 想让我们把 今天把自己的小事做成 你觉得它的最佳答案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讲企业现在在有限的场地 拓展训练里就有一项刷厕所 很多企业都有 因为很多企业并不一定有经费 和足够的时间 把团队拉到户外去进行户外拓展训练 所以很多企业会给刷厕所这个行为 惯于它的核心目的 比如说做策划的人 要怎么要极致思考 比如说做服务的人 怎么极致服务 它是对团队的服务 心态的是有一定的引导方向的 然后嫁接到工作岗位里去 比如说如果你的发言 我引导到现在你真的干过的话 你会说因为这个 不但节省了学校20万的创业费 我们后来在创业过程中 创造了什么样的经济价值 我的人员克服了什么困难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语境 我觉得你面试很成功啊 我想问陈总 我们带着好奇心 去问选手问题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场景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担心的一种情况是 我们有预设答案 选手它必定是选手 它跟我们在座的每位boss 估计有不少的差距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他们 而是带着好奇心去提问 去发现他内心的世界 到现在为止 根据他的回答 我们已经做出了判断 每一个岗位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只要抓住核心的要求 做出我们的判断 其实就可以了 不一定一个问题 一直打破砂锅 问到底 让他说出我们的预设答案 其实我觉得 你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就是一个回答结果导向 就是我带领我这个团队 扫的这个厕所 就是特别干净 交给我的任务 我就是实实在在 把它完成得特别好 至于我做这件事情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价值 能够带给我什么 未来的这个思考 可能我当时没有怎么做 其实就很简单 就可以回答了 我想这么说啊 就刚刚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首先 像陈浩这样 对选手的问题 以小见大 引发思考 我是非常赞成了 第二陈浩这种 对选手的要求高 严格 我也非常赞成 因为要求高 意味着对你有期望 谁过分保护你 不见得真正为你好 所以你对陈浩的问题 回答应该是想 老板这么问我 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要引发你自己深刻的思考 这个问题你是绕不过去了 但是你现在 要把它回答完成呢 似乎呢 就是我其实是有答案的 有我自己的答案的 那你赶快说呀 对 我在想的就是 首先最起码 它是要保定 我们有个常会工作 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在一起 这个团队 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 干这个事 那这个团队就不会垮 我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是这么想 他其实思维就很简单 他思维并不复杂 他思维刚才他说 我的答案就是感觉 一大伙人可以在两年 扫厕所 能够天天在一起 我就这么个答案 图类老师 其实他表现出高松 就是执行力很强 对吧 团队感很强 就闷着头干的那种类型 对 你第一轮其实挺好的 我啰嗦了 没有 第一轮一开始 对你有点误会 大家把你想复杂了 其实挺加分的 我问一下你 你要求的薪金不低于多少 六千块 在哪 首选 沈阳大连 如果没有的话 其他什么城市都可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你看看 你看看 大家都很喜欢你嘛 是吧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是什么呀 天生我有才 下一页 这个是我在大学期间 参加过的 大连国际马拉松比赛 我参加过两次 下一页 环保替代秀 环保替代秀和社团纳行 这个都是我们在 社团纳行呢 是在这个社团当中 我是负责这个社团纳行的 然后人数是纳到了最多 然后环保替代秀呢 跟以往的替代秀不太一样 你是干嘛 你在替代秀里面干嘛 这个是我是总负责人 这个是平安果送卖 这个也是我们社团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没有经费 我们少数工具 也得我们自己买 这个也是我总负责 然后结果呢 是盈利了一万二 下一页 下一页 这个就是我工作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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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没有了赶快演讲演讲 演讲 那我就把我招生宣讲会的时候 两分钟啊 我在现场的一个演讲 给诸位 我觉得你说这个不好听 你就说那个 就是纳星的时候 就是给大家培训扫厕所 你把这个说一下 让我们感受一下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欲望 加入你的社团 我觉得这个很精彩 你现在就是招说他们进来 你怎么说 这位学长 我要参加一个社团 请问哪个社团比较好 那我作为你的学长 我推荐您加入 我们学校的九顶工作室 因为九顶工作室呢 是模拟公私化运营 它因为是在 它能够让你在学校期间 你就能够过早的去 接受到社会上的一些规则 还会有许多 社会主持跟社会接轨的 社会实践活动 你通过这个社会实践 你也会得到一些 旁边的八顶社团 也有社会实践 而且我知道九顶社团 还要让我扫厕所 你们能不扫厕所 我们常规工作就是扫厕所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们别的活动我都参加 我就不参加扫厕所 行不行 那不行 我们的门槛 就是可以参加扫厕所 然后再就可以 如果你同意 你只有认可了 我们的扫厕所 那你要扫厕所 我们就都不去了 我们本来来就是参加社团 提高本领的 不是来扫厕所的 那我们就都不去了 这个同学 其实你可以不来 第一点是你可以不来 但是为什么 我建议您来呢 因为我们都没扫过厕所 我们体验一般能怎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其实我们把简单的招式 做到极致了 这就变成我们绝招了 我们能把这个厕所扫好 那简单事情 做到极致有特别特别多 更有意义简单的事情 干嘛非要扫厕所呢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上 要扫的厕所并不多呀 都马桶自己家里又弄完了 自己马桶也会有脏的时候 这个回答不算太好 那个 他自己修改 这个我回答不算太好 够了 还有什么更好答案吗 咋办呢 那我们走了 15个人呢 你可以不喜欢这个社团 你喜欢我吗 你可以 这是哪跟哪啊 我又不是来相亲 我是来学本领 不是 我说的喜欢 不是说我们要相亲 如果说 您对我 就是您对您的学长 高崇比较认可 那其实我可以保证 就是您在这个社团当中 一定会锻炼出来 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 你可以先体验两天 如果 甚至一天 或者是你可以 不用动手操作 您就看我 去把这个厕所 去怎么干成的 你就可以再决定 你到底来参加不参加 因为这个厕所 都是所有人都在干的 我就这么干 你为什么断定 我们看你扫厕所 我们就会爱上扫厕所 这件事呢 好 你可以不看我扫厕所 成长 你也可以不来我社团 那么我就要求 就是 也不是要求 就是希望您 您在上这个厕所的时候 能够降低我们 以后工作的难度 这就可以了 这个没问题 不要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我觉得 我觉得你的性格 可能是这样 他就是个实在人 对 你可能你不要 我就怎么怎么样 但到企业里 你要这么娇 可真不行 不是 刚才也不是娇 刚才不是想让 又来又不来 那你还是 因为你这套经验 到未来企业 管理员工 他行不通 你可以不来我们企业 哪有这么聊的 那我就不来了 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发现 他其实并不具备 这样的招募能力 可能招募新的会员 另有其人 我提示各位老板 关注他的长版 很明显我们看到 他的执行力 是他的长版 而逻辑思维 系统思维 可能是他下一步 需要发展的目标 所以呢 我们需要拉回来 看他到底有几个意向 举例说他表格当中 还写了管培生 那是不是管培生 暂时不要考虑了 因为对逻辑思维 系统思维能力 要求非常强 你对于刚才 管老师对你的评价 认不认可 你是个逻辑思维 不太缜密的人 但是确实是个 执行力很强的人 执行力很强 我承认 但是说我逻辑思维 不能全方否认 可能是我有不足的地方 那我现在问一下 你最想去哪家企业 咱们就说个 既然是实在的 就说实在的 你想去哪家 这位老板 哪个谁 你这么实在的人 简约 简约 简约APP 健康 健康有益 健康有益 对 然后忧生教育 然后咖啡之意 然后是斯凯乐 然后是虎乐 去干嘛呀 我的意向呢 第一项呢 是管培生的工作 第二个意向呢 是市场营销 和助理类的工作 那如果您认为 我不适合这种工作 但是我今天去哪里 来应批来了 我就想到一个公司去上班 那你认为我适合什么 你就推荐给我什么 我可以接受 好 第二轮选词 薛货流 还有六盏灯 那我一项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把我们这款这个社交APP 在校园里边去进行推广 然后呢地点是在上海 分期乐为你提供的 这份工作是在 你希望的这个沈阳 或者大连 做我们的商户拓展经理 我们在沈阳 专门给你留有那个叫 西莫的智能家具的大客户经理 简约给你提供的是呢 在这个产品里面呢 我们要招收大量的这个销售人员 工作地点呢可以是全国各地 但一开始要在北京 我的岗位呢就是管理培训生 然后呢我们是营销公司 所以又是营销 又是管理培训生 你都沾上了 我们给你的工作 其实是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销售工作 就是市场部的 渠道部的销售代表 六盏灯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 去吧 可以了 金鸣 谈钱不伤感情 是吧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来 请揭晓 来 六千加 六千加 还有问题吗 15秒钟时间请选择 西莫科技 分其乐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西莫科技 今天会自己打59分吧 不及格 差那一分 也许就是我的罗里思维比较乱 因为到最后有留担任的 就说明有人对我认可 这就达到我的预期 人生经历相当疯 那段时间快餐 创办了一个饭店 接到呢 又开了一个那个火锅店 从造人 技术 一切都说 真诚地想找一位 能看透我的老板 我真诚地愿意 和他一起 我也有这个能力 来打造企业 黄光明 52岁 四川人 初中学历 主持人好 你好 十二位老板好 专家好 我叫黄光明 今年五十岁 来自四川绵阳 滴滴道道的农民 出生 十三岁开始创业 开过饭店 火锅店 办过一个食品厂 创办两家农业项目企业 前两年在那个 一家台湾企业 打过一年办公 也是我这个 第一次打工 来到飞里摸属 这个平台来 想真诚地找一份工作 董事长 助理 或者是总经理 这两个岗位 谢谢大家 两目的很久 特别想看到 是吧 但还是紧张 还是紧张 像我这种人 都紧张 你哪种人 老江湖 老江湖都紧张 对 但是你知道 此时此刻我最紧张 不紧张啊 不紧张 给我 黄大哥呢 有一段很传奇的经历 这个经历 以前只有在故事会里面 才能够看得到 去台湾的企业 打工的 这个是一个很巧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那时94年 跟我的伙伙人 因为一些问题吧 车火了 那个时候在长熟 然后之呢 我就回四川去发展 考察一个项目 然后之我回去的时候呢 我在浦东机场等飞机 浦东机场等飞机 飞机 我那天肚子窝了 我就点了一碗面条 对面坐着三个人 两男一女 只有一个年长的 这个年长的在吃饭 他那个手啊 吃饭的时候有点抖 就这样 我看不下去了 我到报台去 我问服务员 我说你们看见吗 老人吃饭手抖 你们不给个条根吗 就是勺子 然后这服务员给我一个 我的弟弟他 老人起来给我鞠个工 我还了礼 然后我就吃我的 他吃他的 吃完了过后呢 他就过来跟我聊天 这一聊了 大概聊了一过多两个小时吧 你干什么呢 一年收入多少啊 怎么怎么怎么的 走的时候 他就说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等到大概有十几二十天吧 我照样考察项目 打了个电话 一个电话我还接到了 我看苏州的 我就接了 他说你忘了 我就是那天 在那个飞机场 在飞机场 跟你说话的那个老头 这次我没有在电话中间 聊了一个多小时 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你到我再来上班吧 我都愣了 我说不干 不来 为什么呢 我不打工 我没打过工 他说年薪给你一百万 你还是来当老板 我说是真的 他是真的 然后我马上订机票 到苏州 我不晓得他有企业 我也不晓得 所以当他说出一百万 还是来做老板的时候 你内心什么感觉 相当兴奋嘛 我那个时候的收入 我忙一年也 不就挣一百一二十万吗 我特别的兴奋嘛 我说这多好啊 我还是去当老板 这个多好啊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过后 他就在那个人民路 某个饭店等我 走之前他说了 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才信他 他说你是我的救星 我是你的福星小黄 我心想救星 那他这个企业 出现问题了 一定需要我这样的人去管 他正好碰到我了 天降大任于是 这个时候 我马上我就有一种感觉 这个地方 一定是我的 由我的离住地带 因为我是他的救星 他急需要我这样的人 你去干嘛 他这个外甥呢 是他带出来的 这个企业是他 一手创办起来的 然后呢 他已经把老板架空了 老板的女儿 大女儿在美国 两年前就回来 接任 董事长 一直上不到任 一直接不到 用的人全是他的人了 他这个辩子 谁的人 外甥的人 他这个辩子是这个样子的 他外甥是总经理的 但是董事长的话 大家是不听的 他下面是四个副总 不听的 那你怎么救呢 我那是后来 大学企业上班了 我去了前二十天 我没有什么职 我跟他说好了 我说喊你大女儿 带我了解你这个企业 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来一门一门了解 我天天都跟员工打交道 那个黄总 不不 你喊我老黄 喊我老黄 行 老黄 这个咱们讲故事 一定要讲这么细 才能让我们相信是真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直接说过 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后来我怎么解决了 我去了过后来 然后这 我是五一节前上任的 起来我要笼络人心 去了第一件事 我跟员工发慰问品 过去是没有的 然后之来我就安排了一个旅游 高层旅游 当时他女儿是要全部换掉人的 我说你如果是把原来的旧人 给换掉了这个企业要垮 我也体现不出来我老黄的本事的 你要有本事 我把他的人用成我们的人 首先是笼络基础员工 然后再笼络对手的高层员工 对 是这意思吗 反后来我都安排了个十天旅游 去哪 十天旅游全部是爬山的 爬山 全部是爬山 因为人在屁股椅背的时候 他容易说真话 有道理 我安排了什么呢 财务总监 安排了个财务总监 监视会主席保安队长 然后是他身边的两个副总经理 他们都去了是吧 我肯定去嘛 然后他们累得半死 说出了什么实话吗 肯定一大堆 黄总抱歉 我只是问一下 实在不好意思 我是想问一下 这么好的一份工作 董事长又这么信任您 您是为什么离开这家公司的 老板还给我承诺 百分之三十天 那你干嘛走呢 那你干嘛走呢 老板于当年里 八月份去世了 家畜企业的复杂性 他的两个儿子不学好 那次我还被打了 你在夺权成功那几个月里头 你那光辉岁月里头 你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了 把他原来所有的 客服生意 不断线 等于说原来有的 比如说 你是这个市场部的 销售部的 你销售部这个 你把这个线做断了 我就庆祝去 反正要保住原来的 因为我对那个行业不懂 一点不懂 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显示着你的办公室 政治的才能 是这意思吧 反正就这么个过程 你是说销售 你也保住了 销售额你也保住了 你还做销售吗 你想我应聘的是董事长处理 对 你的年薪要求120万 这还是基本年薪 我的要求年薪是1万块钱 每天 365万 365万 如果是哪个老板 真的使我 我会和你一起 打造下一个企业 应聘的职位越高 越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力 指的是尽快的速度 让对方获得好的第一印象 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 你传奇的过去 那你能为企业带来什么 我呢不会做换灯片 我呢给这个哈佛为致意 对他们的成功进行了一个分析 然后对他们的缺点 做了一些补充 对他们的未来 做了一些规划 这个我们放在第二环节说 好吧 真的这个120万跟365万 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 真的要这么多 是这样的 如果给到这么多钱 你都可以是吗 不是 有条件 老板的人品 我炒股的 我炒了三年股 我买股票 我这查老板的人品 如果你这个老板 是靠外面鞋道挣来的钱 我不买你那个票 我问一下你的人品 你既然要365万 你给前面苏州那个公司 挣了多少钱 几百万还是几千万 还是几亿 还是几百亿 他那个年销售量 年销售量是20个亿左右 有些时候还多 我去了那个一年多时间 说心里话 账务上面 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主要是给他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你夺权以后 那企业垮了吗 后面 没垮 后来是股东变了 大股东变了 黄先生您能说一下 这家企业所处的行业吗 他是做什么的 做电子行业的 就是那些半导体啊 那些 他是83分的这么大个企业 是两个厂区 半导体很大 他是做OM 做代工 你不要说英文 我听不懂 就是他就是做半导体的 做那些管的 也有来加工的 也有些是他自己做 他是问是不是贴牌的 是的 黄黄大哥我倒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韩总问了一个问题 问你 问你那个OEM的事 您说那个英文不太熟悉 但是这个在制造业企业 其实是一个比较通用的 贴牌的一个 就跟一个代号一样 所以大家都知道 情况下 您作为这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没太听说过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说不通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您是只要做人事上面的这些事情 还是真的是在把握一个企业 因为你要的职务非常高吗 假使你现在还在那个企业干 任职副董事长 现在面对着所有的消费者 又或者是一些商家 你介绍一下你这个企业 以一种战略的眼光 描述一下企业的优势 我们第一轮就选了 好吧 如果你连这个描述都描述不过去 别说120万了 12万都难说 你来吧 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一个 小型的电子企业 说白了就是跟那铁牌 代工的这么一种企业 主要就是跟电子管有关系的 比如说半导体上面用的 还有一些小 所有的电视机上面 手机上面那些小管件 这么一个企业 我们现目前 我们在这个同行业 在这个市场排名 就是在我们基本上 还是在前面的 在我们这一片的 很多了 没事 再补充 很多了 你这个过程中除了夺权 没有做其他的有价值的事情 是吧 那你也就是说 你只会帮企业夺权 现在你展示书的才能 因为当时只有那个机会 我后来还回绵养 创办了两个企业 他待会儿还有对企业的优点分析 好吧 我们第一轮了解 基本完成 大家可以听出个指手一毛了 来 第一轮选择 还有七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就说一下方案 是吧 你简单地说一下 评述一下 我先说一下这个咖啡之意 咖啡之意我去了两趟 我就考察了一下子 咖啡之意目前成功呢 它主要是这么几个优点 我们首先说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一个道德行业 你老板所有的菜品饮品 你要敢吃敢点 你去了 你不要挑剔 你都能吃的东西 你才能给客人吃 你的生意才做得好 所以说应老板做到了 还有这个加募联署 餐饮业的加募联署的成功流 不到百分之二十 咖啡之意 它在乎了加募上的利益 所以说它反展到今天 一个店 不管你是加募店 还是资源店 你要有正店之宝 我问咖啡之意 我说你们你 特色是什么 你这个一个企业 一定要有正店之宝 要有你这个特色菜 你这个菜的点击率 一定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至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由于百祖客人 要有百分之六八十人点 要有这么一个 我首先特别感谢老黄 对咖啡之意 这么认真的思考 看得出来您是做了一些 现场的调研和行业的了解 但是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现在的现状啊 整个这个餐饮 咖啡行业 整个发展趋势 应该可能比你现在思考的 要更新锐 就比方说 你刚刚说到的正店之宝 是吧 其实现在可能叫 爆品 爆款 那么其实 如果是在餐饮行业的 行业经验里面 点击率超过百分二十 都已经算是 品牌的招牌菜了 如果一个餐厅 它的某一款单品 点击超过百分八十 那将是一个极致单品店 它将没有太多其他的产品 谢谢你 别追了去员工 大家不要生气 不是不是不是 得不得最不重要啊 最关键是 这个黄大哥来找 是一百二十万年薪以上的工作 但刚才展示了一下 对企业的评述和方案 我想问一下 来 管老师 你看出了什么 我看出来的 他的这个研究的工作 可能是做的不太充分 尤其是在座的各位老板 他们到底 有没有这样的空缺出现 事先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 真有 那当然 当然你可以这个 说我冒险来 那么 那你第二点也是需要做的 也就是说 你具备哪一些基础的条件 能不能迅速地 得到他们的认可 到现在为止 看来 各位的满意度 不是那么高 那接下来我的建议呢 可能你要考虑 另外的方向 比如说 类似于点子公司 类似于顾问 这样的方向 能够认可你的人 你给他们提供 可能提供的服务 点子公司 这肯定不是个好主意啊 但是我觉得 你刚刚说的那些 一个月薪 六千块钱的 一个小孩 估计都能做出来 您这个要 一天一万 我这也觉得 有点开玩笑了 这个老黄 我觉得你的管理 经营理念 其实跟这个时代 已经脱节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 你跟这个岗位 是不匹配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你已经 从炒股这样的里头 可以轻松获利了 你觉得你能养活自己 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岗位 我相信现在 没有企业能够给你 没有经历吧 这毕竟是我的 第一次面试 过去都是我面试别人 一个又一个的 现在 那面试我 我到这个地方 我也没做好准备吧 我想当时的气氛 有点尴尬 我们心里都五味杂陈 非常非常想 跟他说些什么 而且非常清楚 他的目标 跟他想得到的是 完全不匹配的 我建议大家伙 节约时间 如果大家伙 觉得有这样的岗位 就问相应的问题 没有就不要再问 很明显 老黄是有管理企业的经验 但绝不至于 到他今天的什么 120万或者365万 不是 他以前的经验 已经过时了 只能这么讲 时代变了 一点小建议 刚才人力专家的意见 我非常认同 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改行 做个相认企业的顾问 或者什么 十年前的这种 家族企业的这种 顾问和点子公司 你这个问题 不如这样来问 你120万的年薪 是否有所调整 你顾问不可能120万吧 没有 可以调整吗 没有 不可以调整 那你还谈什么呢 那不可以调整 最低不低于120万 最低不低于120万 那就可以了吗 来第二轮选择虚火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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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送给黄先生一句话 谢谢 就喊了黄 如果您想寻找 真正懂您的老板 您首先需要 真正的懂对方 近点 对 对 好了 既然是今天来了 不管成功或者不成功 对 毕竟是来了 谢谢 好不好 再见吧 附老师 再见 谢谢你 养活力好姐 最开始学习成绩是很不错的 大了大三之后 懈怠 可能就迷茫了 因为你不知道再追求什么 我没有具体研究过 我一个企业 我觉得分析能力很好 我研究能力很强 如果企业需要这样的人的话 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陆延 三十岁内蒙古人 博士易业 德蒙福特大学 制药工程专业 各位BOSS 听证杨老师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陆延 今年二十九岁 内蒙古赤丰人 国家公派博士留学生 易业 本科东北林业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 硕士 东北大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博士 德蒙福特大学 制药过程控制专业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找到一份 关于综合分析 战略研究的岗位 谢谢 陆廉老师好 神经有点暗热 紧张一点 为什么是博士 跟导师在博士期间有摩擦 什么摩擦 开始是信任方面的矛盾 渐渐导致学术上的分歧 然后性格上又有摩擦 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性格上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人 在各自己见的情况下 你会坚持自己 对 是吗 不太容易听得进别人意见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我看你这兴趣爱好十分广泛 读书 乔牌 乔牌 运动 都是告知上运动 对 还有就是吉他 吉他 这样说吧 陆廉是个孩子 从某些方面来说比较优秀的人 他的兴趣爱好当中 也获得过一些成绩 对 这上面写他打桥牌 是莱斯特郡桥牌俱乐部 多次的冠军 对 双人赛冠军 足球是博明翰大学 和墨西哥队的主力外援 他读书 他世书如命 他喜欢读自然哲学 社会政治 而且喜欢读英文原著 旅游也去过很多国家 是的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但唯独是他的这个性格 是一个 你平时就是不太爱说话的人 是一个比较慢热的 就是 我就是渐渐的 我希望就是主持人 或者现场的boss能把我引入 就是我那个状态 我就是有多 就是很多话题呢 慢慢代入 慢慢代入 渐渐的 对 那你这种性格 谈恋爱没有 谈恋爱了 我这上面写 你唯一的一次恋情 是与女友一起出国读博 对 她没有一业吧 她没有 她现在还在读 她还在读 你回来了 对 你们现在还练着 我们有矛盾现在 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博士期间 跟导师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有了矛盾 她的意思就是 让我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忍一忍 就是说你女朋友也劝了你 忍一忍 把博士学位拿到手 咱们俩在这 双双把家还 但你偏偏就忍不了 你不管为了自己 和为了她 你都忍不下去 是的 这个回国之后 这现在等于说是 学位丢了 对 恋情也瀕临瓦解 我们现在 在痛痒处 在痛痒处 在分与不分的边缘 对 在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找工作很重要 很重要 那你是有备而来吗 我发现软痛动力和 心目科技 可能 更适合你 能用到我 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 理工科出身 对 你今天要求薪水不低于多少 9501 为什么是9501呢 因为我博士期间的薪水是9500 经过四年的 就不低于9500就可以了吗 你就说不低于9500 对 因为你在博士7000就是9500 说明你对这件事 还依然是耿耿于怀 有地域的限制吗 地域 一线二线都可以 三线不行 三线 吃风可以 吃风可以 对 好吧 我们选吧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还有十战灯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才准备的PPT是吗 对 来解读一下 这个是我在博士期间发表的两篇 SCI论文 一个是在制药研究 一个是在制药科学 这就是多次获得敲牌冠军的 成激烈表 对 这是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把这张照片放出来 因为我觉得 她很漂亮 所以要给我们看看 所以要向我们炫耀一下 也可以 陆岩 我有个建议 这个节目她可能在海外也能看到 你想不想借这个机会 对她说几句话 算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总结吧 倩倩 我觉得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在纾元词的地方 我要说有什么 咱们谢谢大家 看我 说不出来 但是她的眼神出卖了她 你看她内心里都波涛汹涌了 什么都不用说 这一站女孩就感动了 路远始终保持一个 没有打开的状态 我们试图问一些问题 其实是希望 发现她身上的一些优势 我们想的一定 从专业技能上 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性格和职业能力上 我们希望发现 她的一些优势 路远 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 是你的人生低谷吗 是我的人生低谷 那你为什么 表现这么强烈呢 你不是有很坚定的人吗 你看你在学校里 都很活跃是不是 完了你又是桥牌的高手 又会运动 其实你可能 比我们这些很多人 在某些方面都优秀 而且你还这么成熟 你应该是一个带团队的人 为什么你 现在表现这么蔫 那让我们怎么选择你呢 不是 路远 我给你请教个问题行吗 看看能不能激发你 您说 就是桥牌 分叫牌 听牌 出牌 计分 是吧 四个步 你觉得哪个环节 是最重要的 你又最擅长的一个环节 因为叫牌是最重要 对于叫牌的理解 就是特别讲究搭档 你是个叫牌高手 我桥牌打得不好 但是你是个叫牌高手 今天你就在叫牌 我们就有理 你可能未来要合作的企业 你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刚才侯总说了 不是特别正 或者说你现在情绪 可能有点低落 颓废 对 你怎么改变在叫牌环节 能让我们最后听牌 能听懂 我不知道这么说 能不能你理解我的本意 我这是想用你擅长的事 来引导你 现在怎么来面试 我是一个 就是慢慢激发 就会 我感觉就是 越强则强 越弱则弱的一个状态 就是放在一定的高度上 我会找到自己 我会找回自己 那份感觉 我就会发挥的越来越好 果然 那我们把您刚才的问题 稍微转换一下 你可以分享一个 让你最最兴奋的事 给我吗 我最最兴奋的事 就是 国家公派出去留学 特别兴奋地去申请 然后特别顺利 拿到了这个 入学申请 然后 这么兴奋的事 他说起来也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谁坐在那里 笑容满面 正能量满满 但其实他背后 都有很多的故事发生 你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 最倒霉最可怜的人 但是呢 我希望你能够有 自己给自己打鸡血的能量 路言你自己评价一下 当时你那么快乐和幸福的状态 跟现在你觉得有区别吗 因为我自己其实蛮难评估 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状态 还是一个低谷状态 因为也许你正常就是这样 你高兴也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这是我的人生低谷期的状态 就是我可能一直在很顺利的环境下 我的生活节度会很快 然后我不希望浪费时间 你跳舞吗 不跳舞 你唱歌吗 不怎么会 你唱一首最难听的 唱歌吧 你唱一个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唱一 春风 扬起你我的离别 冬雪 转眼又是一年 在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突然我感觉你没走远 谢谢 倩倩你听见了吗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想你 是唱给她听的吧 你不是唱给导师听吧 三百六十五天我都在想你 你是唱给倩倩听的 对吧 是 这块好了一点了没有 好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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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 也不需要你像打了鸡血一样 适当的说话主动一点 好 好吧 是个有才华的人 看到你写的那个 心机是八千到一万 因为刚好我们是 其实我对你感觉 特别感兴趣 研究生里边 我们特别缺你这种高端的人才 你要是在某个算法 要做得好的 我们是特别需要这种人的 对 我可以做一下算法 用法算法似的 我要补一个这个问题 你对大数据行业的理解是怎样 因为我们是一个 大数据行业 对对对 大数据我认为 就是这个现代的社会 比如说某个行业 用户的行为习惯 都需要大数据 它能反映这个行业 你这个说的太泛了 作为一个博士 虽然是一页 如果你说你对算法有了解的话 你就给我稍微讲两句 备业思算法吧 备业思算法是一个讲概率的算法 它是先验概率后验概率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陆岩同学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细腻也很敏锐的人 你看牛爱足球 爱桥牌 又听歌又弹吉他 类型的充满了文艺范儿 这一点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就是我又想提到 我的这方面的优势 就是我不光是爱好 或者是我做某一件事情 我都会做到一定的高度 我会这里面如果需要学习工具 我会学习工具 需要什么帮助 需要资源的话 我会主动去寻求 可是你觉得你学习力非常强 对不对 这陆岩这个 它的学习力是很强的 本科到研究商硕士博士 是吧 它是很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就这种员工 它是未来能给企业 未来带来很大的财富 你们想给他们什么样的岗位 觉得能够在这段时间 挖掘出了什么才能 你就给你们的岗位吧 第二轮选择 学货率 来听一下他们推进的职位 李浩阳 如果你真的 如你所说的 学习能力非常强 那我们给你一个非常 初级的可能研究员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你跟着他们 去快速地学习 这些算法和数据分析 地点 地点是在上海 金星 陆岩 现在给你的是 软件工程师的岗位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开不知给你的岗位 是全国研发中心的 研发员 我期望在我们这个 SOP规范化建设 这是一个过程管理 和控制的工作 以及我们的自动化 设备研发当中 你能够发挥你的研发精神 跟我们一起 创造一点东西出来 来 存浩 谢谢 第一岗位是研究员 是我们管理培训生 输出方向是我们 研究院的研究员 负责我们人工智能的 早期项目 但是其实我倒不认为 你现在一定要干 你最擅长的事 我觉得你反而应该干一些 你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所以我倒希望你 接受第二岗位 就是我们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管理培训生 去做一做运营 和与人打交道的事 谢谢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好 张航琪 我们的大部分员工 90%都是工科生 所以提供的是这种研究员 谢谢 地点 天津 黄其明 我们先急着需要一个 在算法和那个 杂构方面 有一定研究的人员 所以我给的 算法跟杂构方面 研发方面的研究员 谢谢 李雨昕 现在我给我们健康偶艺 招聘一位研究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是 我们下面有孵化器 然后孵化器里面 也有投资经理 然后你的那个 知识面是非常宽广的 可能会适合这个职位 不好意思 有请陈昊 赵航琪 谈前扑上感情 来 接下你们的辛丑 请揭晓 适用期八千 一万五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一万五啊 那我得调 我想问一下 黄其老板 对于以后的 就是发展规划 是什么样的 软通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首先是有这样的 一个科研团队 然后发挥你的这种 专业性 和你的这个 内在的一些潜能 包括我们其实是有 适用期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制度的 那我们会 会根据您适用期的表现 心思都有可能会调整 明白 谢谢您 我想问一下 陈总 我特别喜欢您对我的解读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陈总 就是您对我以后的 就是规划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会 我要给你分派 会分派给我们另外一位 研究院的副院长 经历跟你一模一样 也是读博的时候 感情受到挫折 去学习研究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更需要可能去锻炼一下 所以我未来 还是希望你去做研究和研发 但是我只是希望你通过运营 了解了我们企业业务以后 能够把你的技术应用的更实际 明白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软通动力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在线你的选择 软通动力 我觉得这个因为咒语我能力的先生 我觉得我还有生活的另一面 确实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舞台 我可能已经发挥得不错了 当然以后要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还能让大家认识我另一面 谢谢你们陪伴 下期节目会见不散